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 我是你老朋友,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在Code2 App Lab商店 新上代的应用叫Teladomica XR Viewer 是专门用于3D模型查看分享的平台 相当于在XR生态下的Sketchware 通过手势最终 你可以直接在虚拟现实里抓取和操纵每个模型 近距离检查每个复杂的细节 通过MR混合现实模式 你甚至可以把这些模型放在你的房间里 让它们在现实世界里也能栩栩如生 而仅仅是可以在不同的比例上查看这些模型 并安置在现实的空间进行检视 支持在MR模式下同时抓取多个模型 同时也允许用户自己上传的3D模型到软件的用户里 随时随地的进行查阅 这是我使用过第一个能极其自然的将 App端、Web端的内容VR化和MR化 无论是交互逻辑、产品功能排布 还是UI、UX的设计 哪怕是细节到字体颜色大小 缩六途的布局、排版 都比现有很多半吊子的VR一体机应用强多了 如果你现在对XR软件产品方面 有开发和创业的倾向 都应该来体验一下这个应用 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个应用里 我们进到它的这个主场景之后就会发现 它把整个导航栏都固定在了 你前方这个开阔窗口的表面上 就跟整个虚拟场景融为一体了 它的最左边是盖的 一个叫成指引 我们根据它的指引先熟悉一遍 它这一开始就是一段非常简洁明了的自我介绍 那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 这款应用它到底的功能和应用是为了什么 那具体了解之后 我们就进到了它这个手势教程 它这里主要有三个手势 第一个伸出你的食指朝向你的眼前 这样你就可以使前面的这3D模型进行旋转 非常方便 那第二个手势就是比出一页的手势 横向放置 向下压的话 就是让你眼前的这个3D模型进行缩小 向上抬的话 就是这个3D模型进行放大 因为这个模型你是一般来说最好是1比1嘛 但是有些模型可能比较巨大 你就需要把它给缩小 然后是菜单手势 只要比出点赞的手势 就会召唤出整个应用的它的一个基本菜单 接着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主菜单的导航栏上 这里第一个就是每个精选 第二个呢 就是整个3D模型的一个列表 然后第三个就是College 就是MR模式 你就可以通过MR模式来看这个模型 第四个Simple Rooms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上传你自己扫描好的模型 这边可以给你做一个资料库的总结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Showcases 就是模型列表里面去查看一下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缩略图 还有它这个排版 这个界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又有未来感 那这里我们可以先选择第一个 比如说这个武士的一个模型 我们挑选一下最后的这个 它的整个服装 我们点开之后选择这个visit参观 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出现在你眼前了 很明显它的比例并不是1比1的 它这个就是已经缩小了一点比例 那我们点击这个第一个检视 检视这里呢 大家有看到它有一个基本的描述说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点击这个加号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整个装备服装拆分成一个个小的细分去查看 这里是它整个嘛 你可以先拿起来大致总体的预览一下 如果你非常想看某个细节部位 我们可以点击上面这里的一个部件 这样可以根据你实际的需求慢慢的去查看每一个部件 大家可以透过视频来感受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3D模型 你可以自己亲手拿起来 放在自己眼前 仔细的去端详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 通过平板 通过手机所不能感受到的 那现在我们点击左三角这个返回 回到这个3D模型列表里面 换一个不同类型的模型 给大家看一眼 这里呢 我试着选择一下这个恐龙 因为恐龙它是我们现实生活里看不到的东西嘛 那我们感受一下在3D模型的世界里 亲眼看到它会什么样的感觉 我点击第一个这个恐龙 选择Villette 它出现在前面的掌列台里面 回来的 我们竖起大拇指 打开菜单 点击检视 同样是一个说明 这个是9米长3米高的恐龙 当然是这里大家看到没有加号了 因为它这个模型是不可能进行拆分的嘛 那我们选择第二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Move 点到这个Move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蓝色的空间 你可以抓住它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旋转的话 还是要拿出你的食指 然后进行这个旋转查看 当它接近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抓住它 拿到你的眼前 慢慢去端详 那这里它不能够非常自如的控制 它离你前后的距离嘛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1比1的模式 点击这个1比1 1比1的模式 就会进到这样一个空旷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它就会以一个真实的比例 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点击这个目 抓起这个蓝色的空间 你就会发现有个不同之处 就是你可以拿得非常近 之前呢 你是不能拿得这么近的 现在我们抓住它 然后同样的 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损失 因为它现在已经放到1比1的比例 就会很夸张 那这里就可以直接打开 下面这个透视模式 因为我现在刻意图录屏 不能录到透视模式嘛 就是黑屏给大家看起来的效果 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去感受一下 透过这个混合现实的技术 我们让不可能存在现实世界里的一个恐龙 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空间 那这个感受就是非常奇妙的了 而且针对一些不同的3D模型 它会有不同的动画效果 比如我换了这个恐龙模型之后 它是有3D动画效果的 我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它就会朝我进行一个白尾攻击 如果你给自己家的孩子 用这个应用的话 你就可以让它去学习 非常生动的学习 栩栩如生的去感受 它本来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的一个恐龙的东西 出现在你现实世界里面 这就是这个VR和MR应用 它带来的一个可能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large 也就是专门的一个MR透视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它跟之前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可以同时查看多个3D模型 在这个模式下的3D模型 普遍的尺寸都是比较偏正常现实化的 并不会有那种特别巨大的 所以你可以一个个把它给拿出来 放到你的现实空间里面 做一个摆设这个模式下 给了我很多未来就是MR电商 或者说VR电商所能呈现的一个表达方式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我拿出的这个小提醒 那未来电商的时候 我们在VR头型里 在混合现实模式下 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 对吧 自己比划一下 或者你要买一个手办啊 或者其他的一个装饰物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3D模型拖出来 通过混合现实模式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笔画 然后它的模型呢 又是已经相当精致了 对吧 就能够非常直接的反映出 这个商品它本身 在现实世界它能呈现的一个效果 就不像我们现在看图片的话 很容易会被给图片给欺骗掉 然后买到之后又想退款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应用 有特别高的赞誉 它就是已经非常直光的 能让我们看到 把现有手机端电脑端 它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商业软件产品 非常规范化的 在这个MR或者VR的平台上 给表达出来 哪怕它现在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模型网站 如果它将来能够允许自己 上传的模型 自由的分享出来 对吧 分享出来之后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模型的商业网站 它可以进行一个会员收费制度 比如说你成为收费费员之后 你就可以每天自由的下载 所有的模型 或者你的模型可以进行一个定向的收费 供大家就是供有需求的朋友去下载使用 它也可以联动其他的 基于VR或者MR的一个设计工业软件 进行一个制作 我觉得它已经打开了非常广阔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大方 所以说非常推荐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应用 我相信对于很多有 就是说在XR方面进行创业或者开发的朋友来说 有很大的启发性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的VR成长 陪着VR成长 露丁吧载入圈 如果您是对VR相关的感情 就欢迎关注我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